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9月17日 禮拜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城中的熱話 首先講講治安情況越來越危險 今早清晨 光天化日 有個老婦人在深水埗餘劫被人打傷 上衣甚至染血 是怎樣的消息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必相據報近期內地的平價團竟然是重臨土瓜環 據報食股和購物熱點重申 街坊甚至說不敢下街 究竟土瓜環有多迫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深水埗老婦人遭大圖搶手袋兼打傷她 她的上衣染血是送軟的 報導的內文提到 大圖搶婆婆手袋更加出手打人 今天9月17日清晨6時多 警方接獲報警指 一名老婦人在深水埗餘街248號對開 懷疑被人搶手袋和襲擊 老婆的腳部受傷 臉部流血 上衣更加被染上血跡 救護員到場為傷者包紮下巴 隨即送到醫院治理 一名懷疑攝氏的男子被帶上警車接受調查 警方將案件暫列襲擊處理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名老婆今早6時多是神運的時間 竟然遇到大圖搶手袋再打她 她的臉部受傷 腳部受傷 上衣甚至是染血 那個人挺離譜 其後有一個懷疑攝氏的男子被帶上警車 不知道是否這個大圖 不過這個時間是早上6時多 光天化日 街上有人 這樣也可以 目標還在外婆 有沒有搞錯 治安情況越來越頑 各位網友多加小心保護好自己 另外亦告告另一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內地平家團重臨土瓜環 食肆購物點重申 街坊說不敢下街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內地團迫爆土瓜環食飯的問題 引起社會關注多時 旅監局早前出招 要求訪港的內地團 如果到訪土瓜環接待商店 就不可以在同一個區裡吃飯 想著企圖改善旅客左階的問題 當中接待內地團的富原酒家 在7月的時間就宣布 因為生意大跌而倒閉 區內一度回復平靜 不過有土瓜環的居民向HK01投訴 內地平家團近日捲土重來 區內更多於接待內地團的購物點 和團餐食肆重申 恐怕內地團迫爆的問題沒完沒了 再引起當區居民的關注 有居民更大吐苦水 揚言人多到不敢下街 話說HK01的記者一年兩日到了美景街和偉景街一帶 視察 發現已經倒閉的富原酒家舊子仍然在招租 但隆近就出現了一些新的購物點 接待內地團 包括藥房、藥妝和朱古力店 也有兩間新開業的酒樓和火鍋食肆 加入接待內地團團餐的行列 準備迎接十一大軍 在中秋和國慶黃金州假期來臨 居民楊小姐向HK01表示 本來以為旅監局推出辣椒過後 內地團滋擾民居的情況能夠大有改善 有安定的日子可以過 想不到只是回復了一個多月 短暫平靜 近月區內專門接待旅客的商店 就像雨後春筍重開 誰知緊接還有團餐、酒樓和朱古力店 又開了免稅店、藥房 全部回來了 問題沒有解決過 楊小姐說上個月中開始發現 有內地旅行團重臨土瓜灣區 但多集中在美景街和偉景街 兩條街道專門做團餐的食肆排隊 她形容 因為這條街其實很窄 兩邊有大廈 她們說話又大聲 噪音又很厲害 又經常大喊 一樓下樓全部都是女客 根本我們一下去 他們就頂住了門口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問問各位土瓜灣區的街坊 說近期是否突然死灰復營還是怎樣 據報之前女監局高調出大招 婦園走家說沒有生意 倒閉 其實明明是靜了一段時間 誰知有居民說近一個月死灰復營 問題又來過 據報亦都說變本加厲 又有食物又有專門店 若然不取得平衡的話 土瓜灣真的特別之逼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說一說 又或者若然你住土瓜灣 請說說近期土瓜灣的情況 有沒有這位市民所說的情況發生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世紀暴雨過後 預警用字 而罕見是用高度戒備 天文台是有回應的 報導的內文看到 近半個月內的暴雨天氣持續 本月7日至8日的世紀大暴雨 令政府和市民操守不及 有網友容許天文台的社交平台 批評預測失準和警示不足 天文台在事件加密提示 即將有大雨來臨 上星期五 說9月15日 再有一場暴雨降臨 天文台在特別提示當中說到 隨著雨帶靠近和雨量 用字亦逐步升級 由提高警惕到提高警覺 亦罕有地兩道促清市民高度戒備 在大雨稍減的時間 再提醒市民要保持警覺 9月1日超強颱風 蘇拉雜港和世紀大暴雨的時間 天文台都未用過上述類似等級的字眼預警 做法都可以說是相當罕見 天文台回覆查詢時指 在暴雨或打風等比較惡劣的天氣 將會影響本港的時間 都會以最合適的字眼 發出特別天氣提示 強調以往都有用過類似的字眼 但未有提供上一次用高度戒備作提示的時間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近期礦仔也有留意到 加恩天文台近期的特別天氣提示 是有兩次叫市民高度戒備 相當緊張 當然當晚的時間沒有記錯 就是紅色暴雨當晚 西貢的馬路都大水浸 不過再追回之前 黑色暴雨的時間都未用到高度戒備 蘇拉雜港都未用到高度戒備 記者問到天文台 這是不是罕見的做法 還是以前不用現在開始用 天文台就說不是 一向都有用的字 高度戒備 但記者未能知道 對上一次是何時用高度戒備 這四個字 加恩若然天文台說高度戒備 就真的要高度戒備 你想想黑雨當日也沒有高度戒備 黑雨當日是短時間之內提升黑雨 結果中招領 矿仔就在農場見證 所以最新情況就問到 這是不是罕見罕有的做法 天文台否認 不過接下來 估計天文台也會多用高度戒備的字眼 估計因應著近半個月 天氣甚不穩定 突然之間大雨 突然之間水浸 另外也說過這宗好人好事 根據HK01的報道 臭孫女搭的士 意外留下了錢包 老翁九尋不獲 竟然遇到好心司機把錢包送回管理處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那位網友在Facebook群組 西貢將軍澳討論區 講述家人的行運經歷 指他父親在星期二、九月十二日接孫女放學後 由將軍澳、康城搭的士 返回保林的家 下車後因為忙著收拾孫女的物品 大意地留下了錢包在車廂 事主指爸爸回到家後才發現錢包不知所蹤 於是立即外出尋找 但一直沒有發現 正當爸爸打定輸訴 決定到警署報室時 竟然重遇那位的士司機 原來對方特別 駕駛車回來把錢包送到屋苑的管理處 給爸爸能夠失而復得 事主對於司機那個路不實惠的行為表示 很感激 發自內心的讚賞 但讚對方司機專業 又有責任感 而且具有良好品格 但因為他不知道司機的名字 只能夠公開的士的車牌 被街坊得知區內有一位好心的司機 鐵文獲得一眾街坊讚好 就說紛紛稱讚司機的行為 並祝福他好人有好報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祝這位好人的司機大哥 好人有好報 好人一世平安 路不實惠 另一箱就把錢包載回來 去到管理處較低 令到那位的爸爸 就能夠失而復得過錢包 其實香港的好新聞也很多 礦製也試過不見錢包 又試過不見車匙也很好笑 有一次不見車匙 然後找的也找不到 結果就收到一個IG的inbox 有一個短訊 就說我撿到這條車匙 為何撿到呢 原來那天我坐Uber 留了一條車匙 司機認得礦仔 於是找回礦仔 真厲害 結果香港有很多好人好事 這也是香港人的精神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